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家为了描绘极放战争的场景,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,为了克惠敌人的强悍和我军的英勇,素玉指挥的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孟良故战役内容比较多,因而描写汉将张灵福就相对多一些。 比如著名作家吴强的长篇小说《红日》,还有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电影《南征北战》,这部电影还先后拍了黑白和彩色两个版本。 前几年,一部由著名演员李宥斌扮演张灵福的电视剧《红日》也颁上了银品。 由于对张灵福描写比较多,所以,一些媒体过过分,把被击蔽在山东蒙音县孟良故的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,整编七四师师长张灵福捧上了天,说他是抗日名将民族英雄。 为了掩盖他娇横自打,兵败身亡,同时,在一蒙山区纵容环乡团杀害解放区人民的罪行,又胡说什么内战无英雄,为他反人民的罪行开脱。 而真正的抗日名将,特别是有功于设计,民族的原国民党陆军中将,山东省政府主席,第二随禁区司令官王耀武,却被这些人血藏起来,避而不谈。 其实,王耀武才是真正的大英雄,王耀武于1904年出生在山东泰安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中,九岁时尽私说读过几年书,虽说读得不多,但也是他文化最早的启蒙。 到了19岁的时候,家里的生活日渐衰败,他不得不辍学打工,为家里减轻数担。 1924年,黄浦军校开始在广州招生,得知消息了他,便只身前往广州,并顺利成为黄浦三期的学员。 在学校中,他学习努力军事知识,优秀表现令学生队长对他大为赞叹。 1930年时,他在中原大战中屡见齐功,于是被升为团。 长一直,在微小同军时期,他替蒋介石立下了无数功劳,被授予少将军衔。 随着抗战的爆发,全国共同抗日,他的表现愈发的出彩,并且带出了五大主力十八军,第五军,七十四军,新一军,新六军之一的王牌军七十四军。 1938年5月,他率领五十一时参加蓝峰会战,对手则是日军的土肥原师团,双方发生了激战,最终他重创土肥原部。 1939年在长沙会战中,他运用战术反包围了高安城,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,高安城被他顺利攻克。 在随后的厄西战役,长德会战,雪峰山战役中,他也立下了巨大的功劳,常常一战而胜。 特别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雪峰山战役,当时,日军集结十万兵力准备向纸江进败,他率领三十万部队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